昨天的经验会成为今天的障碍 你需要不停的学习和进步 第六条 销售人员的生存价值只有一条 为客户创造价值 创造利润 第七条 被拒绝是家常便饭 唯有你是优质弹簧 修复能力才会最强 第八条 全世界的成功人士 共同点只有四条 叫喜欢 自信 悟性 德行 第九条 我们无视你的文凭 背景经验 唯有贡献证明你的价值 第十条 销售行业竞争之道 是准确 方便 伙伴 顾问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 就是一个实习业务员 想身为业务员 他是需要标准的 他是需要标准的 我们下面继续看 我现在假设 我这些条件都合格了 需要不需要转正 大家说 我就可以申请转正 大家一定要记住 转正是怎么申请的 是主动申请制的 主动 我升为什么了 大家说 业务员了 我下面就升为业务员了 业务员就会有要求 大家看 我现在业务员 业务员的下一步是什么 大家说 是高级业务员 高级业务员 但是有的公司 可以把这一个岗位 叫经理助理 叫经理助理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为 叫叫为什么 大家说 不是 叫做高级业务员 高级业务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业务员的业绩 单月为五万 单月为五万 两个月累计什么呢 两个月的多少呢 八万 就一个业务员要想升为 高级业务员 需要指标的 第一个指标是 月五万 两个月八万 我们在前面薪酬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讲过一个 就是薪酬的设计当中 就是 实习业务员和业务员 和高级业务员 它们提升标准是不一样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你是实习业务员 可能提升10% 但你业务员可能会提升为12% 到你高级业务员的时候 提升百分多少呢 14 就它的提升标准是不一样 你要想往上面去升 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给你制定了 这样的一个标准 它的客户至少不能低于三个 有效客户 它要熟悉业务的流程 它的技能可以独立签合同 独立去签合同 并且协助别人 独立签合同 独立收单 我们叫收单 就是指签完合同以后收钱 所以它独立可以签合同 独立可以收单 那么这个业务员 就达到了这个标准 培训呢 它参加了全套的培训 还要参加预备主管培训 预备主管培训 还可以参加预备主管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不单参加全套的 这个业务流程培训 它还参加了预备主管培训 那么如何维持呢 就是它的业绩不能两个月不能累计 要大于或等于四万以上 业绩不能为零 连续两个月业绩不能为零 业绩为零的话 我们还有可能要降级 所以一个业务员想升为高级业务员 第一个月销售我要达到五万 两个月要达到八万以上 或两个月达到八万 第二个是要有三个有效客户 第三个 它的技能要独立签合同 独立收单的能力 第四个参加预备主管两次以上 第五个它两个月业绩不能为零 你看我们就给了它一个详细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出来 那下面呢 大家看我从一个业务员 到高级业务员 我下面要从高级业务员 到哪呢 到代经理 我想升为代经理怎么办呢 就是我继续想往下面去升 下一步这个岗位叫什么 大家说 代经理 我要升为代经理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个 他个人的业绩 个人的业绩要累积到六万 或两个月达到累积到多少 十万 就是一个月是业绩六万 两个月达到十万 要有五个以上有效客户 五个以上有效客户 他不但要有学习业务流程的技能 他还得熟练讲解业务流程 他还要熟练讲解业务流程 就是他能够讲这个 就是他给别人去讲业务流程该怎么去办 熟练讲解 并且他还要协助收担 就是帮助别人收担 他还要协助收担 那么他要参加预备经理三次以上 刚才是预备什么 大家说 现在参加什么 预备经理三次以上 达到三次以上 他的业绩不能在两个月为零 也是不能为零 可以升为什么了 大家说 代经理了 可以升为代经理了 所以我们发现 从实习业务员到一业务员到高级业务员 我们分别是业绩 客户术 技能 培训 和如何维持五大指标中 分别做出了要求 分别做出了要求 那么做出要求以后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人升为什么了 大家说 代经理了 是不是 代经理 下一步的目标是干什么 经理 代经理一般在一个岗位上 基本正常的时间是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以后 要考虑是不是让他晋升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 高级业务员有可能符合条件 也不一定升为代经理 大家能理解吗 但是有可能会升为 但是有一点 就是代经理符合条件 也不一定升为经理 是不是升为经理 有多种可能性导致的 第一种情况是 经理被提拔走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经理被调到其他部门去了 第三种情况 经理被降级了 就经理被下来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是 把你这个代经理 跑到其他的部门里面当经理 或者说新开一个部门当经理 都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 所以代经理要想升为经理 也是需要条件的 代经理身为经理的时候 他往往是先有营销晋升的标准 营销晋升的标准 你说贾老师代经理升不了经理怎么办 代经理在一般代经理这个位置上是几个月 大家说是两月 如果比如说我就可以到代经理那个地方去 去做一段代经理 我做一段代经理以后呢 我两个月以后就拿一个结业证 上面写上持有贾长松同志 在代经理岗位上进行实习两个月 圆满结业 余移结业 发一个什么 大家说 结业证书 发个结业证书 不一定我就当经理了 我还有可能要下来呢 他可以不可以代一代 他也可以代一代 但是我公司想让我继续做代经理怎么办呢 公司想让我继续做代经理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再代俩月 再代俩月以后 我又拿一个什么 大家说 结业证书 我手头可能会拿好几个结业证书 大家说是不是 好 那么我要代经理要想达到经理 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我得符合晋升表 第二个条件呢 是我得符合我的管理人员的高级管理人员 因为一到代经理 这个地方都变成管理者了 得符合管理者的条件 第三个呢 我每个月还有绩效考核 大家知道吧 我的绩效考核也得达到一个标准 下面大家看代经理的标准 代经理要想身为这个经理呢 必须单月的业绩达到八万 或两个月累计十四万 首先达到这个标准 要有多少呢 要有八个有效的客户 要具备培训业务培训的能力 你看这个技能上 我要对别人做业务什么 大家说 培训的能力对别人 第一条 第二条还要有组织招聘的能力 第二个我还有什么能力 大家说 组织招聘的能力 那么这个人要参加三次以上经理培训 并且要考核合格 三次以上的经理培训要考核合格 那当然一月季呢 在所有的销售部中间 最好是排名前两名 如果排到后两名 有可能怎么样的 大家说 降级的 有可能降级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待代经理的要求 就升为经理的时候 我们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好了 假设 假长松老师经过努力以后 由代经理升为什么了 大家说 经理 请问那么我下一步的目标是干什么 要想升为什么 高级经理 是吧 高级经理 我们现在就升为了经理 那么我现在经理往下面一升 升为什么了 大家说 高级经理 高级经理和经理呢 往往他们之间是一个步的 如何升为高级经理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就是他的业绩总量排名前多少名 就直接升为高级经理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 一般经理下一步就会升为谁 大家说 代什么呀 大家说 代总监 代总监 一般会升为代总监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代总监 那么 高级经理要想升为代总监 业务肯定是要八万到多少 大家说 十四万以上 是不是 八万到十四万 和这个经理呢 是和代经理的任务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有额外有两个业绩要求 就是要培养两名经理 培养几名 两名经理 他要培养两名经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要培养两名经理 也就是说 那么一个经理要想升为代总监 一个经理要想升为代总监 他至少要培养两名经理级的人才 这个经理级的人才 也就是代经理的水平 大家说是不是 就是经理要拉出来两名代经理 这个人才可以升为总监 否则是没有戏的 否则是没有戏的 所以他只有拉出来两名代经理 他才可以升为总监 也就是这个人如果没有培养人才 这个人是打死不能让他做什么的 经理的 所以大家要考虑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那么他要有效的 他的团队的客户要有有效的团队客户要有20个 并且他还要参加两次以上的会晤 就他独立运作过项目 独立运作过项目 好 那么他还有三次以上的全员培训的能力 全员培训 几次以上 三次以上 他还要单独招聘一次以上 就他还有招聘的能力 几次以上 一次以上 他参加企业的高管培训 两次以上并考核通过 并考核通过 并且还要完全符合公司的绩效考核的表格 绩效考核的表格 好 下面我们重新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一个经理想升为代经理 第一条就是业绩不能 这个部门业绩要8万到14万以上 他还要培养两名什么经理 并且他还要有这个团队要有有效的客户 20个客户 他还要独立运作什么 会晤的能力 那么他还有三次全员招聘的什么 他还有三次全员培训的经理 还要招聘一次的这种经理 参加高管级培训 两次以上 公司的绩效考核还要达标 才能升为什么 大家说 才能升为什么 代经理 所以他到达代什么 代总监了 他到达代总监 代总监下一步要升为什么 大家说 总监 代总监是否升为总监 一般代总监和高级经理可以兼职 当然也可以不兼职 代总监想升为总监 一般代总监他就要培养几名 三名经理 加上业务要求 这个业务不通的公司不一样 培养几名经理 三名经理 那么要有三次以上的会晤的组织能力 要熟练讲解业务流程 他非常熟练的培训业务流程 组织招聘 参加公司的高管培训两次以上 还要符合绩效考核的条件 还要符合绩效考核的条件 我们从这个表上我们发现 一下子从实习业务员 一下子到公司的代总监 都有详细的量化标准 但是很多企业却没有 是不是 很多企业没有 很多企业没有的时候 很多企业在做这个晋升的当中 可能都是凭感觉上去的 你说贾老师 我现在有两个代经理 同时符合当经理的条件 我是不是让他们两个同时去做 我说为什么呀 因为他说我现在的经理做的也不错 是不是必须得晋升 我说不是的 我说不是的 是要看当时的情况 也就是你符合了这一条 也不一定晋升 但是不符合这一条怎么样 大家说 一般不会晋升 下面我们告诉大家 晋升的条件的解释 第一个条件叫什么 大家说 叫什么 叫业绩 什么叫业绩呢 就是一般的销售人员 是以销售额数字为代表 那么销售管理人员 往往是以团队的业绩为代表 从经理升到代总监 不单要有数字的业绩为代表 还要有培养岗位的继任者的人数为要求 人数为要求 什么叫客服数呢 是已经产生销售额的公司规定的有效的客服数量 已经产生销售额的公司规定的有效的数量 什么叫技能呢 一般一线的营销人员的技能 往往是指营销的业务流程技能为主 生产的就为生产的和生产管理的技能为主 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技能为主 那么从管理者开始 还要增加了员工的培训技能 管理技能 团队技能 什么叫培训呢 往往是指这个人在晋升的时候必须参加的一些培训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实习业务员 我身为业务员 我就必须得参加预备主管的培训 不是 必须得参加业务流程的入职培训 那么我是一个业务员 想身为高级业务员 必须参加预备主管的培训 我高级业务员身为代经理 必须参加预备主管的培训 我是代经理身为经理的 必须参加经理的培训 我经理身为代总监 必须参加高管的培训 我代总监身为总监 我也必须参加高管的培训 一旦公司达到管理岗位 他必须接受培训 并且他的培训的内容还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大家看一下 我们实习业务员做的培训 和业务员做的培训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叫什么培训 阿石培训 阿石培训是什么 是十大军规 是十大什么军规 再加什么业务什么流程 再加业务流程 什么叫M4 M4销售组织中的自我管理的四个要素 大家做记录 第一是建立信赖 建立信赖 就是M4是一定要知道 就是一个销售组织的自我管理当中 第一就是 你得有这种建立信赖的能力 你得让你的员工相信你 建立信赖 第二个是承担责任 干部是用来干什么的 大家说 承担责任的 不是让你逃避责任的 干部是用来承担责任的 第三个是施加影响 就是干部要多施加影响 多用正面语言 多敢于要求 干部不是这个